大家好,今天我们做芝麻海苔夹心脆 这一定是你家孩子的最爱 比普通的海苔更好吃 非常营养,健康,而且解馋 首先我们来调一个酱汁 锅里加20克白开水 120克麦芽糖 40克白砂糖 10克生抽 10克蚝油 小火加热 一边搅拌 搅拌至白糖全部融化就可以了 不需要烧开 因为一旦烧开很快就会熬成糖浆 一旦凝固后面的步骤就做不成了 把酱汁盛出来 准备20张做寿司用的海苔 这个量可以做80片夹心海苔 你也可以按比例增减 海苔油面比较光 另一面比较粗糙 一会刷酱的时候都刷在粗糙的那一面 酱汁只刷薄薄一层就好 千万被刷得太厚 不然外面都烤焦了 里面还是湿的 每个边边角角都要刷到 然后撒上薄薄一层熟芝麻 先放一边 另外一张海苔上也刷上薄薄一层酱 刷好以后 扣在带芝麻的那一张上面 边缘对齐 然后用擀面杖轻轻的滚一遍 两张粘合的更紧一点 放烤箱往架上 这里一定要用上下透气的烤架 不能用烤盘 因为烤盘底部不透气 海苔就会缩成一团 上下管100度 打开烤箱门烤30分钟 你没听错 烤箱门得开着不能关 得保持通风散热 不然海苔会以回缩变形 凹凸不平 用手摸着稍微有一点脆了 就可以拿出来 放凉以后自然会变脆 凉了以后就可以切片了 以后不用去超市买那么贵的 假仙海苔了 自己做的很划算 为的和买的完全一样 密封保存起来慢慢吃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记得转发和关注哦 感谢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见